星光叛独 左右逢源得过吉 作者废青 近日在立法会的教育界讨论中 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本地大型国际学校的修身情况 反映了移民回流的趋势 借印不少申请入学的学生 或者插班身中 都抓住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立法会议员教联会邓飞 表示也听过相关的情况 据他了解这批回流的学生 大多都来自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 本身在读传统名校 或者Bang1的中学 过去几年就跟着家人移居海外 但就因为各种原因 而回流香港 不能读程度相约的学校 就唯有转投国际学校就读 在过去几年 有部分很傻很天真的香港人 有时冲分头脑 企图去寻找自己幻想中的乌托邦 有孩子就说外国的教育制度好些 没有孩子就说 外面呼吸一袋空气都自由些 总之就是月亮特别圆 不过往往理想就很丰满 现实就很骨感 随着就业 教育生活质素 文化差异等等的问题 陆续浮现 很多人才发现原来离乡别井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叶师傅 不过香港人就很醒目 无论说到外国有多好 说到香港又有多差 为了下一代不走不行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都会留一条后路给自己 以防在外国拌不够 想着自己可以弹出弹入 有什么事随时回香港 最终为了吸过一口 虚无飘渺 都不知道从来有没有存在过的 所谓自由空气 浪费钱浪费时间 连心机也浪费 死死地气回到香港 本身家名校入不回不得止 还要和高财通欠国际学校的学位 一下不过意 随时明年请早 你说有什么位呢 古语就有云 如与红掌不可兼得 这句话虽然不是绝对 但就适用于绝大部分的情况 偏偏很多人得一就上二 做人做事都抱着一种 我全都要的心态 最后很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甚至是失去本来已经得到的东西 正如近日传媒大肆报道的那位 申请移台被他的陈姓公务员 想着宣阻制就可以在香港体制内 坐享其成 但背地里又想在台湾弄回一条后路 可惜人算不如天水 他一脚踏两船的如意算盘 被打到稀疤难 台湾不受他这一套 说他有安全风险 香港又停去职 铁饭碗危危附 前程是这样 有些人一方面想在外国或其他地区 享受所谓的自由和美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又想保留香港的资源和机会 人性如此 是的 我明白 不过这种左右逢圆的心态 在现实中不容易实现到 人人期望可达到的时候 还不天下大乱吗 这种人往往就会发现 自己最终什么都拿不到 两头不刀昂半天钓 只剩一只 剩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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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一剩 我会做一只剩一只剩 début